今天下午呢 北京中和国安队一扫亚冠失利的阴霾在客场的是四球大胜重庆思维 拿到了新赛季的中超两连胜 本场比赛呢 施密特终于祭出了外界期待已久的双前锋 张玉宁更是收获了自己加盟国安的处子进球 背身对手完全靠住他的身体 他把球向回一领 侧后帮一领 然后直接转身打门 这种身体力量 再后 张玉宁将自己的战袍送给了国安的球迷远生军 这已经是他在今天下午送上的第二件礼物了 能够拿到这件意义非凡的球衣 这位球迷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那在接受采访时 张玉宁本人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我当然是很高兴啊 取得了自己在中超联赛的第一类进球 然后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进球吧 自张玉宁加盟国安以来 京城球迷就一直期待这位国族的希望之心能够有所作为 除了斩获个人处子球 施密特还给他和巴坎布第一次连妹首发的机会 巴坎布的内地进球正是源自张玉宁的代球黑镜 虽然张玉宁自己表示还需要和球队进一步的磨合 但至少本场比赛 国安的双前锋 4-4-2阵型是一次不错的尝试 我觉得今天双前锋的战胜打得不错 还会更好的 我非常欣赏他因为他在前面无论拿球还有整体感觉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 所以我相信今年我们有他的帮助可以打好很多的比赛 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正是看中这一点才最后转入了赵玉宁 巴卡的话当然也会从中受益 因为他们两个类型还是比较互补的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他们能够打得这么好 同样也要感谢奥古和比埃拉 他们两个人的做球能力 他们在他们身后一直在给他们传球 而且还有另外两个攻守两端都表现非常不错的边后位 我们今天整支球队都非常团结 大家都在为了球队在战斗 正如施密特所说 张玉宁和巴坎布双双掌握进球 包括替补登场的小将王子明也能收获处子球 都离不开他们身后强大的中场支持 比埃拉更是有着两传一射的精彩发挥 其实除了进攻端 面对重庆思维极具特点的外援攻击组合 国安的防守也没有给对手留下太多机会 包括表现经验的王刚在内 球队的防守也可以打个高分 正如赛前施密特期待的那样 国安迅速走出了此前亚冠失利的阴影 有点疲劳 就是由于在经济上比较疲劳 也没有怎么好好休息 一直在旅途当中 但这没有办法的 就是运动员 因为连续三个课场 然后就顶住压力 因为我们一直在飞机上去周测劳顿 也没有正式的那种战术上的训练 今天我们就是算是顶住压力 拿下一场比赛了 我们今天能把这场比赛打得这么漂亮 是因为全队一起努力 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自己正常的轨道上 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而且展现出给外界的信息是 我们今天必须要拿到这三分 我觉得下半场出来之后 在重庆的这一波反扑的时候 我们也展现出了很顽强的实力 一直大家都顶住了这一波 觉得小伙子们这一周确实非常不容易 这一周的话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个艰苦的一个星期 很开心我们能够在客场拿下这场胜利 体育频道记者重庆报道